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5月31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前往中国与该国科技高管会面 尽管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知情人士表示 黄仁勋本周在台湾主持了一场贸易展览 计划于6月首次多年来前往中国 它的行程中包括游戏领军企业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有限公司 英伟达正在成为人工智能蓬勃发展领域中的重要参与者 但其在中国的地位受到地缘政治的复杂影响 拜登政府去年发布的美国制裁措施 禁止该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 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的英伟达公司 约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 该公司在禁令之后迅速调整了产品线 为中国市场创造了符合限制条件的新芯片 英伟达的芯片被认为是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黄金标准 就像ChatGPT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一样 黄仁勋并非唯一一个争取中国客户的企业高管 他加入了越来越多利用中国后疫情时期的复苏 访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高管行列 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 库克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 尽管在疫情期间经济下滑 中国仍然是全球许多最大公司的关键市场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其增长将在2023年重新加速 黄仁勋在过去一周里迅速成为一个名人 至少在科技圈是如此 英伟达预测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将激增 使其是值于周二达到1万亿美元 成为首家突破该标志的芯片制造商 本周在台湾的活动中 黄仁勋被媒体和粉丝围堵 他们纷纷寻求与首席执行官自拍的机会 英伟达周三从1万亿美元的里程碑中回撤 其股价下跌了多达4%至385.01美元 截至纽约时间下午12点02分 其市值为9549亿美元 包括腾讯在内的中国客户的高管们 一直淡化了美国芯片制裁 对其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能力造成的影响 许多高管认为 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芯片来弥补性能损失 尽管这可能会增加成本 黄仁勋在中国的行程 还包括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理想汽车和比亚迪汽车 以及正在进军电动汽车领域的智米公司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黄仁勋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他的访问细节可能会有所变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 理想汽车的代表拒绝置评 比亚迪和智米的发言人 未回复置评请求 阿里巴巴 腾讯和字节跳动的代表 也未回复置评请求 英伟达的代表拒绝置评 英伟达是1993年 由黄仁勋共同创立的公司 他仍然是该公司的负责人 与同行相比 他在开发将计算机代码 转化为计算机游戏爱好者 喜欢的逼真图像的芯片方面更加成功 并在一波整合浪潮中 幸免于被竞争对手收购 破产或并入更大的公司 他的处理器 现在是训练和托管人工智能服务的首选芯片 这些服务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来处理数据 自从上周发布了超出华尔街预期的人工智能驱动的销售预测以来 英伟达的股价飙升 股票在本周二继续上涨 此前他宣布了几款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产品 涵盖了从机器人技术到游戏 广告和网络的各个领域 黄仁勋还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超级计算平台 将帮助科技公司创建自己的ChatGPT版本 Cathy Wood领导的二创新ETF基金 在一月份削减了对英伟达的持股 她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警告称 芯片行业的繁荣 萧条周期带来风险 黄仁勋在本周的台湾计算机展上 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人工智能产品 该产品线涵盖了机器人设计 游戏能力 广告服务和网络技术 再来看到彭博社的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尽管美欧双方都已经同意需要降低与中国的风险 但美国和欧盟仍在努力 就如何减缓中国的技术崛起 和限制其强制性贸易做法达成具体的共识 美国高级官员希望欧盟本周同意 共同追求一种新机制 以审查对中国等地的对外投资 然而 双方在瑞典北部举行的高级贸易会议后 共同发表的文件基本上避免提及北京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一样 那就是我们都不寻求对抗 我们都不寻求冷战 总体而言 美欧关系近来运转较为顺畅 但在本周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 在瑞典旅乐阿举行的双年会议上 双方都未能完全如愿 美国在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机制方面 没有从布鲁塞尔获得更大的支持 而欧盟希望 华盛顿在制定清洁技术行业的共同标准 和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加快步伐 在瑞典会议后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周三表示 这是双方进行的最富有成果 和最富有成效的对话之一 双方就几项具体计划达成了一致 包括制定用于电动重型卡车的 兆瓦级充电站的国际标准 以及探索可能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系统的国际标准 尽管欧盟设法在会议正式结论中 避免点名批评中国 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许多私下讨论中 中国仍然是背景 无论讨论的话题是北京 关于降低风险而不是脱钩中国的言论 布林肯周二告诉记者 他的演讲完全可以看作是 我们自己政策的表达 他在周三再次重申了降低风险 脱钩的说法 欧盟计划在下个月完成自己的风险评估 以识别中国崛起带来的一些挑战 并作为一项新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确定可能需要应对这些风险的机制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尔迪斯 冯布罗姆斯基斯周三表示 欧盟需要在对非市场经济 进行经济胁迫时更有效的回应 尽管他没有明确点名中国 尽管欧盟官员在公开发言时保持谨慎 但欧洲对中国的观点明显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瑞典总理沃尔夫克里斯特森周二 与布林肯站在一起时表示 我认为美国在几年前领先于欧洲 但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现在不是天真的时候 我认为正在开始出现一种收敛 我非常非常欣赏 欧盟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一种不点名批评中国的策略 一些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更优雅的方式 参与起草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结论的官员表示 在早期的起草文件中 许多欧盟国家坚决反对点名批评中国 然而他们指出 协议的实质内容明确描述了美国提出的非市场经济做法 瑞典副总理埃巴不时告诉记者 为了实事求是和现实 我认为我们能够取得最佳结果的地方不一定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一对一的对抗 而是在长期的中局游戏上投入同样多的力量和时间 不犯同样的错误 不让中国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领先我们5到15年 欧盟不点名批评中国的策略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美国明确禁止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其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技术 而欧盟提出了一个更模糊的5G工具包 强调摆脱所谓的高风险供应商 多年过去了 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在应对其系统中大量存在的华为产品 内部市场专员迪埃里布雷顿为欧盟过去采取的5G工具包辩护 今天我们当然有一些高风险供应商 但我们知道明天可能会有其他供应商 他说拥有一般规则和基于原则的重要 中国是其中一部分 但我们一直在从更大范围考虑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欧盟是否愿意在即将发布的风险评估 或经济战略中点名批评中国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就简单采纳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提出了问题 特别是由于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最后再来看到包凡案件的最新进展 根据经济观察报周三的报道 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称 投资银行华新资本China Renaissance Holdings董事长包凡的拘留期限已延长三个月 自5月7日起生效 报道称 包凡于2月7日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并拘留 据报道 参与此案的机构包括中国反腐败监察机构 中央纪委的国际合作局和北京市的反腐败部门 执任包凡的涉嫌犯罪行为为组织受贿 华新资本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该银行曾表示将推迟其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并自4月3日起暂停其股票交易 此举是在内地当局带走 该行董事长已配合调查后采取的 华新资本在2月底的一份交易所文件中表示 其明星交易员包凡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 包凡2月份的失踪 导致该投资银行的股价暴跌了多达50% 今年该银行的股价下跌约10% 包凡在企业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曾参与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科技合并案 包括滴滴和快递的合并 以及美团MyTwin和点评Damping的合并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